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无中立男子》 故事一开始,老太太的女儿临盆在即 当晚老太太开着车冒着大雨,送女儿去医院接生 只不过时间太晚了,女儿情况紧急 医院里只有护士能为她紧急接生 可孩子生出来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小婴儿是天使投胎下凡 天生没有体重,直接飘在了半空中 母亲见状吓坏了,连膝带不干净 生怕孩子就这么飞走了 出院后,外婆为这个婴儿取名奥斯卡 为了防止奥斯卡飘起来的时候,在天花板上碰伤 母亲专门往天花板上铺了床垫 并且不允许奥斯卡外出 生怕别人把奥斯卡当成怪胎 渐渐的妈妈觉得奥斯卡长大了,应该要有自由 为此妈妈为奥斯卡做了一件衣服 里面可以放上重物防止她飘走 这天妈妈带奥斯卡出门 奥斯卡在超市外面等着妈妈时 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请求奥斯卡帮自己把手里的矿泉水搬回去 奥斯卡不好意思拒绝就这么跟着女孩走了 走了半天奥斯卡觉得有点累 就丢掉了衣服里的重物 到了女孩家门口后 女孩要把矿泉水拿走 奥斯卡坚决不敢给 因为一旦给了自己就会飘走 最终女孩还是把矿泉水抢了过来 慢慢的奥斯卡开始腾空而起 幸好头顶有一块类似于大鹏一样的东西拦住了奥斯卡 女孩健壮赶紧把奥斯卡拉了下来 并答应为她保守秘密 不仅如此 女孩还把自己粉红色的书包送给了奥斯卡 只要奥斯卡在里面放着重物 就永远不用怕会飞走了 一转眼女孩去了外地生活 奥斯卡则一如既往的每天背着那个粉色书包过日子 慢慢的奥斯卡厌倦了这样平淡的生活 她在地视上看到一场达人综艺秀 她觉得自己去参加一定会爆红 于是她直接留了一封信给母亲 然后离家出走了 在那档节目里 奥斯卡表演了凭空飘起 果然一炮走红 在经纪人的包装之下 奥斯卡在演艺圈混得风生水起 奥斯卡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出一本自传 很快经纪人帮奥斯卡联系好了出版团队 只不过团队给出的书的大纲 全部都是虚空构建的 奥斯卡不愿意在书里说谎 于是她把所有的钱 用作违约金赔付给了经纪人 然后退出娱乐圈 从此隐情埋名过上了以前普通人的生活 多年之后 奥斯卡的母亲去世了 奥斯卡则假装成惨疾人 每天背着书包坐在轮椅上 在一家小旅馆靠着做零工卫生 在圣诞前夜旅馆里有一位女客人还没有退房 奥斯卡前去表示慰问 没想到女客人竟然认出了奥斯卡的书包 原来女客人就是当年送奥斯卡书包的小女孩 在一阵子的相处下 奥斯卡向女孩表白了 女孩自然也对奥斯卡有好感 两人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 为了能让女孩过上好的日子 奥斯卡放弃了旅馆的工作 她穿上蝙蝠夹的衣服去给高楼擦玻璃 工资那是高到不行 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不得不说有一项会飞的技能就是任性 不管什么年龄都能找到一份合适的